好 继续再来一看到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为了要请听居民的意见 在玉里镇的联合礼办公室举办了社区的治安座谈会 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为了要请听居民的意见 在玉里镇联合礼办公室举办了社区治安的座谈会 这次由喜摩里里长陈文祥来主持 玉里分局第一组组长陈博宜 第三组组长林国民 第四组组长陈伟杰 正常对副队长姚采玄到场与民众面对面来互动 针对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发生事情不管大小事 第一个都想到谁 警察 家里到小公园 或者发生交通事故 第一个报案 一定是找警察 所以警察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时也是为我们民众来处理任何一个 我们没办法注意的问题 会议开始是由玉里派出所所长曾玉涵 检介辖区治安交通的状况 针对友善校园预防青少年被害 跟踪骚扰防治法等进行宣导 并且也加强了诈骗宣导 日文局长黄敬尔表示 由于辖内高龄长者较多 也请年长者外出时务必穿着亮色的衣物 增加自身的能见度 来保护自身的交通安全 记者高雄雄遇见采访暴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